第八届的世界杯女子棒球赛 正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开打 本届赛事的首战 有中华队出战委内瑞拉 先看到中华队在三局上 谢玉莹在二三垒上游跑者的情况下 急出一只右外野深远方向的安打 棒球球队率先取得2比0的领先 接下来连续两次保送之后 中华队再度把握机会延续攻势 沈家文急出中外野的飞球 落地形成安打 也让两名跑者回到本磊 比数来到4比0 尽管委内瑞拉在这个时候 做出投手的更换 依旧无法抵制住中华队打线的攻势 上来打击的曾琪 急出强劲的穿越安打 再帮助中华队得到分数 虽然委内瑞拉很快在三局下得到1分 但中华队在五局上又将攻势串联 沈家文和曾琪先后急出安打 站上雷包 再靠着温亚伯的左外野深远安打 沈家文回到本磊得分 紧接着李世云在二三垒有人 两好三块满球数时 急出一只左外野的深远安打 中华队再下一城 这局的攻势最后由陈宇璇 打出带有一分打点的德州安打 作为收尾 中华队取得9比1的大幅领先 中场的比数也就定在这里 中华队毫无悬念的以8分差 击败委内瑞拉 得到第一胜 我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